大家好 今天是10月8日,星期五 先說一說 我今早10點左右 我便去了中上環看醫生 因為這隻手肘這裡 是關了一粒 其實看過幾次醫生 查藥膏都不好 醫生說要割掉 我便割掉一粒 便拿去化炎 也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我下去的時候還是紅雨 當我做完這個手術之後 回到公司便是嚇魚 魚大到難以形容 不能坐的士 唯有坐巴士 到了人民入境事務署 要下車 一看下去 全部都是水桶 但也要下車 結果一腳踩下去 全都中了 因為一馬就變了水閒 現在稍後再慢慢吹光 沒辦法 好,看看市場 今早明顯是先升而後跌 指數早市先高於363點 去到25,064點 之後回到股本浸漸出來 其實也很正常 因為這個星期已經反彈了1,383點 結果回到股本浸漸 而股本浸漸 然後市場便升幅 逐漸收窄 到最後都曾經倒跌 去到24,595點 倒跌106點 最後半日市收在24,636點 跌了65點 成交交出來了 有947億 明顯看到騰訊 美團 阿里巴巴 這些都稍為偏強 但無奈 升得比較多 所以 短線的和利回討 都比較明顯 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就是 指數今日最高到25,066點 曾經一度突破了20天線 目標是會直望50天線 50天線大概25,477點 但始終由5日星期二的低位 23,681點 升到今早的高位25,064 頭尾四天已經升到1,383點 所以高台上 怎樣都要消化 問題就是 技術上的反彈 是否可以延續 如果說到這件事 我們不妨計算 市場由6月開始 已經出現下跌 因為6月、7月、8月、9月 連續四個月是線高後低的 由6月2日高位29,490 跌至10月5日低位23,681 反彈至今早的高位 是升到1,383點 相對整個跌浪 市場反彈了跌浪的23.8% 其實說多就不算多 但大市本身來說 已經是有些不明因素 一直在隱藏著 例如內房的債務問題 始終暫時來說 市場都抱著比較大的戒心 至於內地的電荒問題 都仍然是需要時間去解決 可能大市的反彈之後 面對一些實際情況 暫時都仍然持續困擾著 變成到25,000或高些 資金入市的態度 是有少少卻步 如果捉到這陣子的反彈 也不知是開心 但這陣子的反彈真的不太容易捉 星期三的市場仍然收在24,000點以下 大家當然多看一兩天 誰知翌日已經裂口高改 接著今天再裂口 換句話來說 你最早能夠捕捉到賣貨的時間 都是昨天早市開高之後 你要追就下退 那下不追就無得追 即是能夠捕捉到短期的反彈 但恭喜是開心的一件事 但即使是賣到少少便宜價 如果持倉比較重 也不妨先行回吐 至於一路持續重倉 現在這一分鐘反彈了一千多點 高台再追 其實就要面對短期回吐的風險 廣估爛炒的地方就是這裏 它弱勢的時間是很長 能夠走上去的時間是很短 所以當你想捕捉的時間 可能暫時的幅度已經不太大 好了 喜歡他的分析 我就說到這裏